大家好,我是旅遊作家Kin Chen 這次我要來介紹東京的一些最佳走法 從上野到池袋的最佳走法 事實上有兩種 只是說如果你是用Google Map的話 從上野到池袋,他一定都是告訴你走JR 但是我們通常都會有東京地鐵周遊券 我們通常用這個券的時候怎麼打 Google Map很難教你 所以這就要靠經驗來告訴大家,分享大家 那我先講個最簡單的就是從JR 那JR的話就是搭乘三手線 因為三手線是個環狀 他是走內環的往池袋新宿方向 他在2號月台搭乘 他搭乘的時間大概18分鐘 日幣180元的交通費 因為以前是170元,現在漲價變180元 那我來講一下第二種走法 這個就有一點正好要說明 從玉圖丁站怎麼前往池袋 上野站的下一站 玉圖丁站 那玉圖丁站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現在就要講 他那個站的話還有街陵 都營大江湖線 還有地鐵日比古縣的 重玉圖丁站 以及東京地鐵銀座線的 上野廣小路站 重玉圖丁 JR玉圖丁站 再來就是廣小路 這三個站可以形成一個大的 外面有很熱鬧大的商圈 這個部分大家特別記住 如果說你住在那附近 或者說你在那附近 玩要到池袋的話 你就可以從玉圖丁站 搭乘 應該說大江湖站 它叫做上野玉圖丁站 我剛才補充一下 四個車站 玉圖丁站搭到春日站 春日站它又與後樂園站 後樂園站它是屬於東京地鐵 丸之內線 剛好就是可以交連在一起 所以就是從那邊 地下道的話 從春日站就可以走到後樂園站 再轉乘 東京地鐵 丸之內線到池袋就到了 這個搭乘整個要二十幾分鐘至三十分鐘 車資的話大概是日幣290元 以前是280現在290元 這個稍微供大家參考一下 也就是說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是在日比谷縣的重玉圖丁站的話 你可以走路到上野玉圖丁站 上野玉圖丁站是屬於都雲大江湖縣 如果說你是從上野 我不想走阿美橫丁那一棟 我想從那個上野車站到那個 坐一站那個營座縣地鐵 東京地鐵營座縣到上野廣小路站 也可以到步行到上野玉圖丁站 再轉成都雲大江湖縣 到春日再步行到後樂園 後樂園就直接轉搭乘東京地鐵 丸之內線到池袋 這樣子大家有清楚了嗎 就是以上提供這兩種搭乘方式 第二種比較麻煩 那沒辦法 如果你要想省錢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省時間 JR是最省的 那以上這個路線分享